新政院政务委员体发会召集人张景森 教育部长潘文中以及体育书长林德福 今晚宴请体坛大佬与各单项协会代表吃饭 没想到包含奥会主席林洪道 全国体总会长张朝国体操协会理事长朱寿千 与社及协会理事长陈世奎等人都上台发言 炮工体育署 紧接着超过一半的单项协会代表跟着体坛大佬们脚步离席 让张景森等人脸面污光 张景森表示这阵子的风风雨雨他都晓得也知道各协会有其特殊性 但国体法的目的就是让全民参与健全协会财务 虽然不会抢求单项协会全民直选 但他支持这种方式 张朝国强调体育署强制代收会员是不合法的 倘若不取消这违法机制的话不排除提告 林洪道说不希望台湾体坛因为这次协会改选而伤了和气 期盼政府部门三思 诸授千炮火凶猛体育署下达加入人数越多的协会 明年补助款预告这种捉着补助款邀结协会的方式就像清末义和团那样压巴无理 陈世奎也指出招收会员是各单项协会的权利 更何况国体法当中也没有规定体育术无权备收 当体坛大佬们纷纷发言完毕后 林洪道 张朝国 诸授千与 陈世奎等代表性人物立刻起身 转头离席 随后坐在场下的不少协会代表也随之离开 眼看原本热闹的场面 瞬间变得冷冷清清 无理狠狠 打了台上官员一巴掌 忠实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